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未来驻英代表处将在英国各地举办经贸说明会 吸引英商来台投资 我们中华民国和英国的关系 在最近这几年来有非常大的进展 我们除了在官方有年度的经济会议之外 我们在民间还有商务的会议 我们可以感觉到英国对于发展对台湾的关系 兴趣非常的浓厚 尤其台湾是他们锁定的一个要拓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除了经贸往来 台湾近年与英国签订打工度假协议 加上赴英国享有免签待遇 吸引台湾人赴英国观光和留学人数大幅成长 台英交流更为频繁 刘志工表示 未来将继续强化双边关系 武士团热闹开场炒热气氛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办事处也举办国庆活动 处长夏季昌特别向各界贵宾展现台湾近年推动的外交成果 过去的一年我们跟各个邦交统 还有欧盟整整的关系都在持续的强化当中 拿着中华民国步骤可以用免签 以及扣进签证的方式 到个国家从去年的133个 尤其现在市场到了140个 步骤的好用度在全世界排名是第25位 为了庆祝今年的国庆晚会 经文处在会场周边插满中华民国国旗 让侨胞感受浓浓国庆气氛 目前有超过20万名台湾侨胞 在南加州定居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表示 未来会持续加强和侨民的互动和服务 我们在今天祝贺大家双喜快乐 我是盼望可以跟夏处长一直来服务 在南加州有超过20万多的从台湾来的朋友 晚会最后由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 夏季昌率领各界贵宾 欢唱生日快乐歌 并一同切开国庆蛋糕 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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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